七十七萬零八百二十一東方日報在石磨藍快放偷襲 2015年6月5日馬經 D.十二翼賽中的環保戰士大熱勝出 足證這位多屆冠軍騎士的身手依然 有需要的場合,仍可騎工搭救週日之戰 莫雷拉仍在停賽 但偉達仍選擇跟其較多合作的馬房為主 尤其一些急於交代之馬 戰意配角先鳴 在石磨藍頭場的妙馬在石磨藍 第三回合即由偉達執僵 結果拼入帕席 但隨即增程至十四米CC 僅能以第十名過終點 上將重跑十二米 偉達改騎同場的爪魚薯條 在石磨藍在羅里瓦架下跑過第五 還是有點失望 今回偉達再騎 加倍眼罩上陣 因爲排十三檔起步 當然不受沒有直撥賠率 指示研究能否出頭而移 加眼罩施集反應敏裔案個人觀察 在石磨藍起步反應僅屬一般 但上賽前加眼罩施集 卻有較敏製集 卻有較敏裔反應 經過五回合的拼搏 以證明現階段是匹而放棘流的軍速短套馬 倘若所料不差 此馬今回起步即場 即使內則有快馬前鬥 仍會全力撕衛 直至撤入領方為止 不斷是否有實力更強的對手趕上 當在未知之數 但能保住三甲一席的話 無論配搭任何馬匹 矩矩都有不足回報料